进行扩能改造的井下作业面发生瓦斯突出事故 131名下井矿工中先后有101人被救出井 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政府迅速成立救援指挥部 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工作 国家安监总局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率有关人员 已经到达现场协调指挥抢险救援工作 事故发生的原因也在调查了解当中 目前松枣煤电各矿井已经停产整顿 事故伤员正在就近接受救治 重伤员已经送往重庆主城区进行急救 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善后工作组 对伤者和死者家属进行安抚 重庆市煤监局等部门 正在对事故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重庆市检察院也已介入了事故原因调查 发生事故的同华煤矿 为重庆市属国有企业松枣矿物局下属企业 是一个有着50多年开采历史的老矿 设计年产能为30万吨原煤 现实际已